黑色流浪狗竖起耳朵 站在轮胎上望着远方 还有这只黑白色相间的狗 一共五只成犬 他们就是咬伤两岁小男童的凶手 露出野性之后 随即被洞宝处一一捉回动物之家隔离 洋洋一间龙子面对镜头模样无辜 不时还微微发抖 从无人管理的山区被带回驯化 看来还在适应新环境 这回被捕除了隔离 还得接受结扎手术 这些犬只来讲的话 就是也是在我们收容所里面 进行一些后续的处理 就后续的收容管理这样子 然后至于说 还有一些没有捕捉大的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还是在派同仁 继续在做精神捕捉这一部分 流浪狗怎么无故咬伤人 处长说当时疑似五只狗妈妈狗爸爸 为了保护八只幼犬 发挥母性攻击 更重要的是附近民众说 有一位灵性男子 固定喂食厨鱼 助长流浪狗群聚 其实四组的定义来讲的话 只要是你有实际的领养管理的话 他都算是你的四组 所以说这部分如果是你是四组的话 那当然就是相关的一些权利义务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负责 喂食流浪狗没想到成了咬人帮凶 动保处认定 灵性男子是广义上的四组 虽然喂食没有触犯动保法 不过未尽好管理责任 也会被咒责 记者联缘兵王世函 SNG小组台中报道